IT情报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随着5G手机的陆续上市 5G资费贵不贵 每个月套餐流量能有多少 成为了消费者最关心的话题 7月30日据媒体报道 中国电信已经在部分城市 推出5G体验包套餐 可享受每月赠送的100G大流量 体验期为两个月时间 此前中国移动也公布了 5G测试统一套餐详情 套餐每月包含200G流量 1000分钟语音和1000条短信 而中国电信已经在江苏 上海北京等省市 推出相关5G体验套餐 另外一位中国电信内部人士透露 9月份三大运营商将同步 推出正式的5G套餐 虽然目前的套餐计划 都只是在测试阶段 但是动辄100G起步的套餐流量 让很多用户既期待又害怕 韩国从2018年12月 就已开启5G商用 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 平均每位5G用户的 月均数据使用量高达22.4GB 使用量约为4G的2.7倍 而且这个用量还在迅猛增加 因此5G资费能不能白菜价 就成了关键 目前三大运营商均表示 具体套餐资费正在细化设计中 同时明确表示 5G会比4G更便宜 流量单价不会高于4G水平 通讯界业内人士透露 预计5G流量价格最终会在 每GB一元以下 但前期由于覆盖不足 成本过高流量费可能会稍贵 不过国内移动通信市场 一向竞争激烈 相信5G资费的基础价格 将不会超出普通消费者 用得起的范围